Hello 大家好 我是Macky 今天呢 Macky 刚刚从香港回来 然后现在回到新加坡 然后呢 其实今天我是想要做一个 我在韩国买了什么东西 跟大家分享 这一趟呢 去了香港 台湾 韩国 这三个地方 其实我在三个地方都买了蛮多东西的 不过 因为在香港跟台湾 我蛮经常去的 我每一次都很想分享 我在台湾买什么 可是我会觉得 我没有把他们放好说 我买了什么东西 每一次我都会忘记 说我到底真的买了什么 这一次去韩国呢 就是因为很久才去一次嘛 之前去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所以这一次去韩国 有一个全新的体验 之后呢 可能我也会来做一两个 我觉得韩国很特别的东西 或者是地方 然后这一次呢 我也很有幸 就是很开心 可以去到鬼怪的房子 不够时间去其他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韩国东西 其实我以为 我不会买那么多东西 可是我也买了蛮多的 我自己觉得 所以我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讲说我在韩国买的什么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是 所有我买的彩妆品啊 因为我觉得我买的彩妆品蛮多的 所以我会分开两个 跟大家分享 那现在呢 我就来先分享 我在韩国这一次 买了什么 Hello Micky 那话说这一次 我在韩国呢 其实是住在东大门 这个KY的 Heritage Hotel 然后呢 其实非常靠近我们的批发市场 和零售区 我做了一些调查 其实那一边呢 大概有28间的商场 是很多哦 大概有很多间 都是24小时开业的 当然我没有很疯狂的去批发市场 买衣服 因为这一次我没有买很多衣服 我觉得 衣服是 是还 快没有瘦下来 就不想要浪费太多钱的 在衣服上面 我有买一两件 比較特别 我觉得说 蛮值得购买的 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购买 有点小tips就是 其实你们要做好功课 去韩国 真的因为 不然的话 其实你会 就是买太多东西 或者是你会不小心买到一些 大陆货 你不需要在韩国买 其实很多 如果它是Mate in China的东西 你可以在淘宝买 它可能价格更好 然后品质更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我买的东西是什么咯 第一个我买的是 这一件衣服 我在韩国的 Hondad Hondae的True那边买的 有领的衣服 很漂亮 非常的便宜 不到2万块的Warn 它是这样子 然后呢它这里就是 打一个ribbon的 布料非常的好 袖子这边呢 是做color blocking的 就是非常的时尚 在这里呢是用珍珠的button 非常非常的可爱 然后这个也是made in korea的 Fu的那一间店呢 它在Hondad那边呢 它有五层楼 然后这一间我觉得 我买的非常划算 你可以休闲的时候穿 然后你也可以former的时候穿 第二我也是在True 买了这个passport holder 然后它里面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这样子而已 就是这样很简单而已 明洞的True那边买的 在明洞的Lotte Young Plaza那边买的 我其实一直找一个passport holder很久了 我一直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passport holder 然后那天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种 它是粉红色 可是其实它是 有一点粉紫色的颜色 Next 我是买了这个 这个呢其实是镜子来的 它有一个膜 我是在Hondad的Butter那边买的 我是想要把它黏在这边的 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一个镜子然后还有水币 7900万 好像是大概8块钱的新币而已 我也是在Butter那边买了这个 一个地毯 它是一种很漂亮的地毯 然后就是这种Pokedots的 我很喜欢 我觉得它很便宜 然后其实因为我的房间的这个corner呢 它是这样子长型的 然后把它放在地上 所以我每次上床下床的时候 我不会踩到人人的地板 这样长型的size很难找 这种地毯所以淘宝 我就不要淘很久 然后又没有这样漂亮的图案 所以那天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买 你看那天特价才9900万 就大概10块钱新币 我觉得还ok啊 其实它很重啊 它们有份量啊 我在Tru这边呢 也买了这一件 dumper 还是你们叫swetter 很可爱啊 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可是它的细节是这里 它有两个洞对吗 因为我已经穿过一次 我拿去洗了 然后它就是有这个 紫色的这个ribbon 你就是可以这样绑在这边 有一个蝴蝶结 我觉得它很可爱 然后而且它其实是很oversize 遮完我的整个屁股的 非常可爱 其实它很简单的 我自己感觉它不便宜 如果以这个swetter来讲的话 你可以买到很多件 比较便宜的价格了 不过那时候我想买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design 真的很喜欢 你们可以自己上 我们看多少钱 不是很贵 可是我是觉得它不是水便宜 中大门的那个批发市场呢 只是买了一件衣服而已 这一件 它就是有一个 它是雷丝圈雷丝的 然后它的袖子是这样子 有一点稍微打开的喇叭袖 非常地好看 非常地温柔的一个design 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小可爱 裸肤色的那一种 然后它其实这个lace 不是白色 它也是偏裸色的这一种 然后这一件呢 其实它是叫做APM Plaza 就是APM Plaza 它里面的很多衣服 都是不可以零售的 如果喜欢这一件呢 你要买两件 它才给你买的 可是我觉得它批发 并没有很便宜 所以难怪韩货 很多东西那么贵 所以那天其实蛮伤心 因为看到很多 很漂亮很 纸上着很硬的衣服 可是就不能一件一件买 就一定要买两件 一件的价格不是很贵 可是我觉得不算是批发价 然后又拿到true的衣服 然后我在true呢 又买了这个 这是现在很流行的 那一个trend 叫做鱼网的 它全部是这样子整条 然后它这个呢 是偏长型的 我的手指是其实到这边而已 然后它这边全部都是 长过我的手掌 你穿一件衣服 然后这个内搭在里面 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个感觉的衣服 然后其实之前是在淘宝想要买的 不过因为大家一直问我淘宝 其实我那个44公斤的淘宝的分享呢 其实我真的全部都拆开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看的话 我会再把东西都combine一起 然后再拍给大家看 我最近没有特别想要花钱在淘宝上面 就是如果我在不同国家买东西的话 大家会不会喜欢看 因为其实虽然淘宝很好玩很便宜 然后去买 我摸到我很喜欢 然后我就会想要买的人 除非它真的是太贵 然后我觉得淘宝可以找到更好更便宜的 不过因为他们寄过来新加坡也需要时间 所以我是属于找买找享受的人 这个鱼王呢 我觉得它Quality也是非常的好 可是我相信在淘宝上面也有一样的质感 其实找到一家 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给大家看 然后Nyx呢就是一样是那一打 然后看到这件的时候我很喜欢 它是这样子整个很bling的那种感觉的 可是它是直条纹这样子 我是很喜欢它这个领子 有一点像美人鱼的那个尾巴的感觉 然后其实它的袖子非常的长 稍微有一点点喇叭袖 长过我的手 这个也是那一打哦 我是不会穿这个一件这样子 我是把它搭在衣服里面 有女人魅力的感觉 我稍微有一点高领 可是不是高到这样子 好Nyx 我这次买了很多隐形眼镜哦 今天呢我穿的这个隐形眼镜呢 就是这一个的 Series的这个O-Lens 它叫Ice Grey 然后我去买O-Lens的时候 全部都几乎买one day lens 看网上很多review就是 大家都会去买O-Lens的隐形眼镜 所以我也想说买来试试看 然后这个呢我自己觉得 感觉带了蛮舒服的 也不会有痒啊或者是刺痛的感觉 就是很舒服 甜不过戴一天的感觉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很舒服 我一共买了很多个Lens 就是分两次去买 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买这个灰色 然后我过后看我的朋友 他戴灰色真的很好看 所以再去买 我觉得买了这个灰色的还蛮值得的 另外的三盒Lens 这个呢算是灰色吧 Coral Gray 是这样子的Lens 然后它是比较浅系列的 它这一个呢它是有这个叫做UV blocking的 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你们可以进去买1加1的 就是看他们有没有promotion 就是买义送义这样子 两个一起买 或者是你看他的那个photo album 就是看那些模特儿 大概他穿了一个很漂亮 你很喜欢 你就可以买来试试看 这些东西就是 你用了就丢了 你没有真的戴在你的眼睛上面 你也不知道说 这个适不适合你 去那边韩国的时候 每个人都以为我是日本人 然后都一直跟我讲日语 真的就是觉得说 是不是我的妆容太日系化 可是其实我没有故意的 嗯 Next 我就买了这一个 MISTY 这两个其实我就是问他说 哪一个带了最舒服的 跟我推荐的这两个 看这个是新的 我还没有带过 所以我无法跟你说 这个有没有很舒服 可是这一个是蛮舒服的 也是brown color的 我没有买特别放很大的 就是普通 再大一点点的那一个感觉 然后这一个我自己感觉 他也是很舒服 可是我觉得大家很值得 去那边买OLINE 虽然感觉心痛很贵 可是你可以去试看韩国的OLINE 我觉得真的是比 网路上面的好很多 然后这一个 也是我也是在初买的 然后它是 这种全棉的那种感觉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 晚上睡觉是没有带这种东西的 可是我就是纯粹看那个照片 他的模特的带也是很好看 很很可爱 我就买了 然后我也是可以尝试看看 晚上睡觉带这个 是不是会更加好睡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暖 因为它是稍微有点厚度的 它一个呢是大概薪币30块 然后这一次呢 我也有去孙庸那边 买这一个蜡烛 因为它的蜡烛很多味道 大个的真的是很贵 我最近也不是很常在烧那么大的蜡烛 而且我不懂烧出来的感觉 跟你闻的感觉一不一样 所以呢我买了六个小个的 我会在这边 list 这六个我买的是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装在哪一个盒子 它可以给你选 看你要什么颜色 我是选的黑色跟粉红色 这六个味道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然后有一些我想要放在房间 有一些我想要放在那个洗手间 就是这样子 哦 这样子 那我最喜欢的是 这个叫做Champing Rosa 这个味道 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在外国 这些比较贵的东西 平常你不舍得买的东西 都会比较花得下手 这一间我花了大概快一百块新币 那我买了它的那个蜡烛 那个点火柴的火柴盒 这个火柴盒是这样子 它给我一盒火柴盒 然后还送我一个refill 我也是买来白美 Life is better when you smell nice 在韩国呢还买了这个品牌的一只手表 这一只手表 它是Rose Gold的 它是有一个水钻在旁边 然后是罗马文字的 这个呢是有一点像鱷鱼皮的那种Black Rider of course它不是真皮的假皮 然后现在韩国非常流行 这样子小小细细的手表 还有更细的 可是我觉得我不适合戴太细的手表 最近大家都很喜欢戴那种Daniel Wallington的手表 其实它有它的美DW的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尝试不同的手表 所以就终于又选了这个 很类似它的款式 不过比你很多的 我在True呢 还有买了这个袜子 我在True买了很多东西 它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形状 揉下来的感觉 然后有一个珍珠 初那边买了这个耳环 它就是这样子 一个HOOD的蝴蝶结 它也有粉红色也有紫色 可是我比较喜欢紫色的感觉 很喜欢这个耳环 下次有机会再带给大家看 然后我在Butter呢 还有买了这个 因为其实我想了很久要不要买 因为它是这种Liquid的东西 然后是一个香薰的味道 它这个玫瑰花插在这个很漂亮的品质上面呢 感觉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就是可能放在这边 大家也看到了就是 我有买到一双NMD Adidas的 然后很开心 因为其实我当初都找不到这双鞋 在新加坡 然后我又不想要在香港买比较贵的 看到这双在Adidas的时候 它差不多才新币150左右 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 就是很轻 真的很好穿很舒服 它其实是灰色的 而且还有我的size 真的非常难得 因为现在NMD 韩国很少了 然后它都是有很多design的 我就不是很喜欢 所以买了这个 这样的plain的颜色 在韩国的Butter 还买了这一个 放眼睛的 少了这样的东西很久了 因为这个是比较薄的 可以放在宝宝里面 真的很方便 在那个 一天发展那边 它的accessories呢 我买了两个 我都很喜欢这两个 我就每天都有在穿 它就是这样子 一个两个爱心 然后一个这样的线 这样很可爱 这样子才八块钱新币而已 第二个买的就是这个耳环 它是这样子 它一个是 一个十字架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 你看我已经弄掉了三颗珍珠了 所以它虽然便宜一个 但是它质感 可能真的没有非常的好 所以但我可以自己买珍珠 黏回去啦 这个很漂亮 这样我就在韩国的时候就每天穿 你想看这样子才七块钱耶 对耳环是我买到最喜欢的 可是它已经掉了 很庆幸这次在明洞 没有买overly太多的东西 当然就是买了一些彩妆品 可是没有买到很多衣服 我就是买了这一个 来配我包包的这个袋 back strap 因为Fendi卖这个实在是太贵了 一千多块 根本不可能下得了手 那天我在这个loom 这一间店呢 看到这一个 它是beauty and the beast的 一个特别的design 就是长这样子的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又有稍微蓝色 可能可以跟我的蓝色的包包match 我就买了 而且它才30块 很划算很值得 这一个 有点beauty and the beast 它其实也有出那个包包 不过它那个包包比这个还小 然后就一斤买多块 我就不舍得下手买 所以我就是 只是买了这个袋子 最后一个 其实是 我买的最喜欢的一个产品 很伤心 可是我先跟大家介绍 这个呢 是我去Style Nanda的那个总店 在宏大那边买的 然后 它是一个这样的luckage 啊 里面其实我放了全部 我在韩国买的东西 然后有点重量 它非常的漂亮 就是它有这个Style Nanda的logo 然后它是蛮大的一个行李箱 只是它比较矮 所以我觉得它是装的蛮多东西的 然后很喜欢它 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 就是你可以看它其实蛮大的 它可以装蛮多东西的 只是我很伤心一点 就是因为它太大了 它不能as hand carry bag 它不贵 然后很漂亮很好 如果你现在还在韩国宏大的话 我有看到它们好像还有一个 所以你们如果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看 大概行李箱比200多块而已 它是360度可以旋转的 所以我觉得 自己觉得这个还蛮值得 然后我在Style Nanda呢 我是很喜欢它们的Style 不过讲真的它们有一些衣服 真的是要有身材才可以穿 买了一件这一件 这个呢也是一个sweater 我其实很喜欢穿长袖的衣服 因为我觉得很保暖 这里呢差不多是整个是宽袖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最特别呢是下摆这一边 它就是有这种ruffle的设计 然后它是稍微有一点高腰 可是后面是比较长的 它官网的照片呢很漂亮 然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一件衣服 它其实厚度还蛮好的 然后里面呢是这一种材质的 可是我自己觉得穿呢它还是蛮舒服 其实Style Nanda家的衣服都是3 size的 所以它你要真的会很懂得去搭配 或者是你敢穿它家的设计 我是觉得说它plain的那些衣服 不太那么值得买 因为设计太简单 然后很多淘宝或者是很多地方都买得到 然后这个就是很像足球队的衣服 其实我已经穿了 然后今天刚刚在晒着它有一点湿湿的 然后它是这种很鲜红色 温暖温暖色系的衣服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在Butter买回来的这个枕头 这个包枕的非常好包 它就是很滑很滑很柔软的那一种包包 很有满足感的小枕头 而且它非常的便宜 7900W 78块新币的衣服 我想了很久要不要带它回来 因为它蛮有就是这个size的 可是我最后还是买它回来 我可能以后要把它放在后面跟我一起 以上呢应该是几乎是全部了吧 就是我在韩国这一趟买了什么东西 我自己觉得我在韩国这一趟真的是花了蛮多 多了一点点 因为实在是好多东西好想买 然后逛街啊什么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去韩国逛街 一定要做好功课 你想要买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尽量就是看到很特别的东西你才购买 或者是如果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在淘宝上面买得到的 不需要在韩国那边特别的去购买它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影片 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的下一个彩妆品买什么的话呢 那你就要继续点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这个video一个like 那我就知道说大家有想要看我的这个影片 但我还是会做给大家看 因为我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我到底买了什么 然后接下来呢我也会做一个系列的彩妆影片 就是唇膏四色啊等等的 因为我觉得说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喜欢的彩妆的部分的东西 在subscribe button那边的那个链铛你值得要点哦 那如果我有新影片上传的话 你就会收到通知咯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